是不是 可是我當把這些人全部拿掉的時候 或者是旁邊 這些比較可以明顯看到這些竹竿 那個竹竿還是比的 長度高度 我這東西全部拿掉的時候 你看不出那個瓶道的瓶道 所以有時候適度 所以有時候適度放進去一些東西 所以有時候適度放進一些東西 他的目的是怎樣 就是在做一個比例式的動作 然後生態 這個是我們像那個 貢寮那一邊 你就 你們去的時候就會這樣 像貢寮他除了說在強調他的 道餅的生產物品之外 有機之外 或是他那些 人跟那個環境的一個不同之外 很重要就是生態 那 拍生態 當然是一個貢生 可是有時候拍生態對於很多農村來講 拍生態有什麼 就是要證明我們這邊的東西 當我沒有用農藥 才會有那些 辣啦 什麼什麼 好像這樣 青蛙啦 蛇啦 什麼都跑出來 那個環境才會出來 那 當我開始有 有弄農藥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沒有 所以 以前最早的時候 我剛跑的時候我不知道 然後 我那時候之前是在苗栗 四幾年前在苗栗院 但是我剛跑的業 其實我很多東西根本懂 業務做過天 也是慢慢學的 所以我記得我在苗栗那邊的農民就突然 去拍攝大廳 也說要證明是要農藥 所以那個水溝裡面 他們水汁裡面 有那個農 弦的 對 我那時候不懂那什麼意思 我說你 我拍到五半 我到一拍農藥 所以說 哇 那個農藥 二十幾年都看不到 然後他已經講了這麼晚 我還是聽不懂 然後 你怎麼看 我以前都帶農藥 你知道嗎 因為你農藥一灑 一下子 那些農藥被洗到那個 水菌裡面 那條水菌沒有一個生物可以 那 他給你拍農藥是說 因為他們已經好幾年都在 沒有在用農藥 所以那個水 水溝的水 恢復純淨 恢復純淨以後那些生物就回來了 我原來 這是證明的 你的道理 是好 然後過時你會換我 覺得交別 為什麼 因為 有一次是在 宜蘭那邊那個農民 就是這邊 就是在田裡面弄水田 然後水田大概 插秧的時候 會發現那個彩域 彩域是會把那個草 坐在那個 稻田裡面的 那 他也 那個彩域也是很 其實生物也是很 那個 那個 而且把你一定要用到兩台 一台就夠了 不是因為那個的話 很差 OK 在業人 那 生物其實也很有趣嘛 其實我不知道說這是一個 典化 怎麼樣 那個彩域 他那個 他真的就是在那個 休耕 冬天休耕的時候 等到 農民 開始要翻 要準備 去 過年左右 就新的舊里 那個貴 那個左右 開始要翻土的時候 其實那些財域保護都長大了 超過旅潮的時間 那 頂多就是 有一些特異 有些特異的狀況就是說 這一季已經翻土要拆那個時候 還會有拆 那這個農民 有些農民 如果看到他還是會殺 其他農民他也不太願意殺死他 人家小子在裡面都要 不管是翻土記或什麼 就把他看 蠶死人的意思 那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去拍的時候 那些農民說 你會看 我黑了我就叫我熟 那我就跑去看 大概他講的時候 你接近講 應該 我說我賣出去有財源 那你看真的是財源 然後他就搞去看一看 然後我 就是 然後我就跟阿伯說 等一下阿伯你賣 他說不要看賣 我說不是啊 你給他開起來 然後這張照片 現在是賣你 就把它印在你櫃台上 印在你的那個 賣你的櫃台上 就叫他參與你 或者說你的米 然後跟財源共生 豁富你也可以賣 賣二十塊 沒有人看一下 就是說 人就是這樣 最近你看是不是很多 十五米 像那個 那個 何鵝米 他就會講他跟那個 熊赫米 熊赫米 就是他會跟強調某一種 某 泥吧 十五米 就是說他會去強調跟某種生物的功能 其實那是一個 我跟你講 一個田如果他生態恢復的話 是 萬物皆哉 不會只有一種生物 可是我想那就是一個 同盜群的方式 我特別標示一個東西 然後跟我的米做連結 其實人就會有一種 如果商品這麼多的話 那 我也不知道什麼米 但是 明明有一包米看起來 我吃米還可以舊肉的東西 人總是會想說就是去買 我想就是一個連結 那所以我生態很重要 就不管說 不管 一個生態本身就可以像 像同一面皮膚不要講 他本身就是可以當作一個 環境 生態旅遊或者是 環境教學的一個 那如果 如果他再有其他東西的話 像剛才那個田 像剛才那個田 像剛才那個我跟講那個 有生態的那個養殖的田 他已經兩年都有黑面皮膚跑到他吃這個麵了 他也生好 第一年也是 第一年是PO上網路手機拍 然後拍了更多不清楚 PO上說 我這邊有黑面皮膚來 我一看完看 還在不在我明天忙就下去拍 結果隔天就跑掉 那今天他很聰明 我剛才說 那個 你給他賣錢 然後你的那個 賣你的魚或什麼的話 其實一個很好的一個 因為為什麼 為什麼黑面皮膚會來 因為他在那個時間 他把那個養殖池 養殖池在東邊的時候都要 他們課底 就是靠太陽曬來 靠太陽曬來那個 靠太陽曬來來殺菌 那黑面皮膚為什麼會來 因為他剛好痛起來 你不要以為黑黑皮膚 他有時候是在 他晚上不是住在這裡 他是來這邊吃東西 晚上是飛到那個 他是有兩個地點 後面他是 他有時候到那個 他是 一個是吃東西的地方 一個是他 休息的地方 那 他可能在哪裡休息 可是他還有歷史 他有根本之外 那休息的地方可能是安全 可是不見的意思 所以他會到 現在台南線也是個問題 他會到漁路去找 會去找那個 找到一隻 那他到漁路他很飄 因為 黑面皮膚不是鴨子 他不會像鴨子一樣浮在水面上 那種意思 他的行為是要站在水面裡面 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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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那這個水也能多深 就是頂多到他的 到他的腳踝 再次那個水他也不喜歡 因為太深 他不好走 他也不好抓 不好抓到 所以你懂事嗎 有時候一些養殖池 適度的 克底 就是那個 把池水放乾 在曬那個池的時候 因為你克底的水 不可能放到全乾 裡面還有一些魚 那剛好就是這個時間 水鳥、黑面皮膚 就來 還有百分之就在那邊吃東西 就是一個很好的共識 我剛才講這個問題又怎樣 因為現在 台南線 尤其這個是在那個 鄭文西做愛古特的地方 在黑面皮膚一直往外跑 他們自己也覺得苦惱 為什麼 因為 又牽涉到經濟產業問題 因為那現在的 淺的那些池子 像養絲木魚一樣什麼 價格太低 結果那些 那些 那些漁民開始要鳥什麼 龍板死蛋 那個是要放水放很深的 你懂得是嗎 我是一隻鳥 我旁邊看一看水都這麼深 我讓我告訴他在這邊休息 我一定去找一塊 是不是那個 漆地跟那個 密死區可以經營 所以現在就一直 某個程度上在這位系統 比較類似說他的 黑面皮膚有散開的 趨勢 可是在某個地方來講 是不是其他地方就開始了 很多黑面皮膚可以來 那我想說現在大家也在共同一個 一個教育嘛 就是說既然知道他有這樣 一個生態的習近的時候 怎麼去 達成一個這樣共生的階段 那 我在講是說 剛好 拍那個生態的這個 樣貌是什麼 然後是不是可以把它一些 也不能說危害 可能有些變遷講出來 像那個七谷 七谷還是哪裡 就在鼓勵漁民 去養四木鱼 雖然價格給你 但是 因為你養四木鱼 你讓他家的黑面皮膚 有地方可以密死 那我就可以是不是可以對外宣傳 他的四木鱼是 是必須保護黑面皮膚的石木鱼 一個共生的那個 然後 這 那個消磨碰到什麼 然後剛好在路邊停車兩隻都飛起來 本來想說是白顧石就一看 嘴扁了 黑面皮膚 扁嘴 對不起 沒有開得很明顯 我是扁嘴的 因為他真的就是我們停車的時候 沿路找 然後像剛才這個太遠 這個已經是拿那個 望遠的鏡頭釣 都釣成這個樣子 還是太遠 因為既然那些水流很大 他會在哪邊 然後 然後那個 這個是他剛好 就是剛好在旁邊雨雲 再找一次 然後我們車子停旁邊 就在下面這個地方 我們反正就在路邊這邊休息 然後突然就 太近了 他看到已經在那邊躲不了 就突然飛起來 然後飛起來 本來第一個想說白色都白顧石 就看不對 那嘴不是尖的 是扁的 然後他說就是 說要練習那個 拿相機就跟拔槍一樣 就有 你一拔就幾塊槍 沒有啦 我覺得那個東西慢慢練 但是 我還是跟妳講是說 我跟妳打給她 其實手機很好用 不要 不要好像講講 變大都要去 然後 然後這個是 還是 開什麼 反正是一堆鈕 這樣子有的人放跑 好 沒關係 賣油苗 那這幾年又突然又變多了 前陣子一條 現在喊到 一條一百八 好 這都是有他的問題 今天我是在拍告訴 我拍這不是只是告訴妳的賣油 我要告訴妳整個沿海的 海洋的狀況 淡水區域是河口的問題 因為 賣油它 那 那這些賣油苗是 在深海浮出來之後一直有 它要游到河口 然後回到那個 河流的 中油 中油距離 去成長 然後再 要採訪的時候再回到海洋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在河口 他們都在河口沿岸 和河口去 那多跟少 其實不是 海洋有問題 是 整個河都會有問題 那這座是不是可以拿來講 賣油 那賣油是人工養殖沒有做的 就大致的賣油 就是那個賣油苗也要這麼少 那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談 就是說 我先講這個東西可能在 有沒有也是住在這個 沿海區域在養殖 有的教練是 是在這個養殖的吧 其實這裡面大家都故事可以講 從環境 從產業 到獨國 像我去拍這個業者 最近承辦 三年的承辦 他不願意賣 因為他這一批他會怎麼高霸 900 這9 這9 你去算一個餘苗 剛才我看那個一個餘苗 這個 那時候當時喊到最高價 這樣一尾180塊 然後一尾賣油養到那麼大 180你再加飼料 你一尾可能要200 那你是一個普少賣 可能嗎 不可能 所以他牽制到很多的 環境經濟 甚至於是 產業 甚至於一個 那個980一包盤那一下就好 所以很多東西公司都在背後 那我意思說 對 對記者他就是一個新聞報道 可是對於很多 你們周邊的經濟委員 他就是人生故事 啊那個人生故事不是在講那一個人的故事 而是在講那個地區 所面臨到的 可能要貨不是只有代價 可能整個出不到貨 有啊那個以前那個 高雄那個草蝦就真的崩壞了 真的是 人家說跑掉半個村子就這樣 因為很多東西他是 先拿貨 養了賣了出錢之後再把那些 買苗也再還 萬一我買樓 成本要三百萬四百萬在哪 我本來我可以賺到一千兩百萬 三百萬的話我才可以賺到 賺到九八八百萬對不對 可是突然來 天氣極冷 或者突然可以來一個大溫暖 天氣極冷你要跟老天 你要跟老天要 不可能 大溫暖你可以跟政務去抓 政務去抓要抓三個 所以上上車 跑路 那 出問題不會只有一個獅子 可能一個獅子裡面二十個獅子 十個獅子出問題 那是不是一個獅子 跑掉半獅子來的 所以你聽有時候好像是笑話 可是你懂得意思嗎 當你去 挖身這個故事去 理解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 最後我回去上次講 這個時候 去聽人家講 很多東西他是當作 發生的事情 可是對你而言 他可能就是一個 需要社會去關心注意 或者政府可以來幫忙的 一個故事 那我們上面是說寫這個故事 那是不是你要打算跟我們拍下來 是不是 那你再知道 這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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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講快一點 好這是那個 過去的一些 就是說他有些地點 一個地理玩具他不會只有現代 他有以前的歷史 這最早的一些 那個台南 台南 荷蘭的進那個台南的那個港口 內蘭 繫羅那個那個樣子 然後就挖到的一些一些 如果有的話 台南的竿塞 就是說 除了一些現代的產業的 無花的生態 其實有一些歷史病毒 大家有時間 可以去拍 那個東西如果說